人也老得快 事先切塊的食物也播 食物當你在做切塊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個切面下去 你已經開始破壞這些細胞了 時間上就是已經開始在氧化 那些氧化的食物吃進去 就是會產生一些 自由基的情況出現 今天晚上八點 請你當我這樣播 實在有健康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你常常有韶蝦的困擾嗎 小心 故事沙啞 恐怕會讓喉嚨問題更嚴重 今晚實在有介紹要告訴你 如何正確做 保養你的喉嚨 讓你擁有好嗓音 飲食習慣的不良熬夜 跟KDD標歌 或是演唱會的吶喊嘶喉 都會造成這個聲帶受傷 真的耶 很容易耶 其實我那時候也就是真的 啞到不行 我啞到早上啊 我吞口水是有血的味道 所以我經紀人打給我說 你怎麼那麼啞 我就開始狂哭了 因為我最後發現啊 當我身帶受傷的時候 我要用更多的力氣去說話 所以我肚子很痠 到最後我也就氣喘 所以整個是一連串下來 唱完歌之後呢 如果出現聲音沙啞 應該要多喝蜂蜜水 來改善身帶發炎的情形 蜂蜜水可以啦 可以喔 可以了 確定 確定了 恭喜你答錯了 阿 都不行嗎 早上刷牙的時候 如果有痰 應該要馬上咳出來 才不會留在喉嚨裡面 影響身帶的健康 如果它是真的有痰 蠻要咳 當然一次咳出來就很好 但是如果是咳不出來 或者你去一直用力咳 一直咳 就譬如說十次二 十次四 三次四 傷到 對 會傷到 我就有時候會這樣 如果你的聲音沙啞 兩週後都不能恢復 那這時候請你去看醫生 歡迎收看食尚有健康 健康最實在 歡迎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先歡迎第一位 林志佑 歡迎 第二位歡迎哲青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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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 鍾欣凌 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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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就是這個 聲音沙啞 又叫做 騷聲 是 三位都算是這個高危險群 怎麼說的 哲青是名嘴來的嘛 對不對 欣凌 表演工作者 對不對 演戲有時候 需要舞台劇 需要大聲 對不對 這樣之後就是 罵小亮哥罵小孩 是不是 你們不能這樣 好歹我也帶一個 很恐怖的叫購物台對不對 是 你公台講話要快很準 連講兩個鐘頭 那這樣你其實是最危險的 對 是 可是沒看到 現在還是很洪亮嗎 可能是你這個飲食習慣好 你知道 因為飲食習慣的不良 熬夜跟KTV飆歌 或是演唱會的吶喊私喉 都會造成這個聲帶受傷 真的 很容易 每次KTV唱完那個 尬聲之後就少聲 尬聲 你還可以 這個最快 最怕 最大 沒聲 對啊 而且一般大家都認為說 少聲兩三天就好了 沒有 沒有人會去注意它 其實 長時間的少聲 事實上是有後遺症來 是 像我之前我就是一直都在沙啞 其實我聲音是沙啞的 你本來就是沙啞 還是你一位 現在當了這個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然後也當了主持人 你是有磁性吧 沒有 因為我聲音是沙啞 因為我每一工作都講話 廣播 你之前是導遊對不對 對 很早以前 導遊更累 導遊也要講 比張學友還累 從早上8點 早上晚上8點 真的沒有變 他很乾 他比張學友 對啊 他比張學友 他只有開演唱會 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 我們一講 講八個做了12個鐘頭 沒有 這真的是假的 這是導遊 你知道 大家已經昏昏欲睡了 可是他的工作比較 不行 好 現在我們看到左邊這座山 現在我們看到這座山是什麼 一個一個介紹 對 真的是很辛苦 先把身帶的構造 我們先搞清楚 為什麼會殺癢 我相信應該在座的沒有人知道 好 基本上來講我們這個喉嚨這個前面 它這個前面是氣管 後頭是石道 那氣管出來的地方呢 就會有這個開口 有一個開口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兩個呢 是一個這個這個薄膜 像薄的像那個 有點像那個蠶翼的那個薄膜 對 然後呢 它氣 要發聲的時候氣出來 它會震盪這兩片薄膜 好 那你這兩片薄膜 如果說要能夠發出所有的聲音 而且非常的清脆沒有雜音的話呢 那這兩片薄膜必須是 在最正常的彈性跟濕度下 如果說它這個太乾燥的時候呢 它就彈不太起來了 所以這兩片就是聲帶嗎 對 然後但是它可以 它可以合起來也可以分開 就是它是可以動的 是可以動的 對 它可以動的 然後呢 你發音的時候 它就利用不同的那個 就好像這個 這片如果短 它就可能發的音就是比較低 它這片比較長的發的比較高 然後震動的快脈跟頻率有關係 所以它可以利用這個開盒 那個震動來發出不同的頻率跟聲音 我不知道聲帶有兩條 我一直以為聲帶有兩條 兩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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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正常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它的厚薄適中 然後濕度剛好 對 然後它就可以震動得很漂亮 是 好 但是現在來了 如果說你一直講話 它可能乾掉了 沒有喝水 對 它這時候發音就不好 因為它不夠濕潤 所以有時候沙亞的時候 喝點水會有一點好 河龍乾 那或者是說呢 它太乾燥的時候 你硬講 它的兩片會磨到 兩片會磨到 震動的時候會磨到 是 磨到的時候呢 被瘋了 所以正常來說它會磨到嗎 正常也會磨 但是因為它有黏液 跟濕度 所以它磨的時候不會那麼嚴重 對 但是你粗的時候磨 它就會受傷 那就是比如說 就好像你的手啊 碰觸一些東西 它就越來越粗 越來越粗 就要長繭 那因為它長繭之後呢 而且其實長繭之後 它沒有辦法閉合 所以你說它會凸出來一塊 就譬如說這兩片 那凸出來一塊 它就沒有辦法閉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的聲音就會受影響 因為它有 就像那個吹笛子 你那個 被吹 可以吹出去 所以 剛剛你有感染 發炎 這都有可能 但是當然也有一些是 比較麻煩的是 也有可能 生蛋有腫瘤 這附近的腫瘤 壓迫到 對 也可以 受傷 其實像我之前 因為我大概19歲的時候 我腳上線有腫瘤 我就去開刀 你知道我那麼愛講話的 我聲音那麼宏亮美妙的人 我有一個月的時間 是沒有聲音的 那妳不就憋死了 簡直就是生不如死 我就終於知道那個 我這一輩子絕對不能當啞巴 你知道 我連出門叫計程車 你要跟計程車講說 你要去哪裡 你開口你要講 你沒有聲音 我只有假音 完全沒有聲音 我說 這麼沒有聲音 我跟你講真的是這樣 你會發瘋 而且你那時候還不能用力講 因為用力講 你的傷口會痛 然後他們就說 我那時候是因為開假狀況線 有稍微動到 因為那個腫瘤有點大 它有動到一下 動到聲帶 所以醫生也跟我講 你開完你前一個月 一個月甚至於 有的人到45天 是沒有聲音的 那是正常的 但是我就很生怕 我就再也回不來 你知道嗎 所以說這種人就很妙 就是當你的身體 都在最健康的狀態下 你覺得什麼都不在意 那一旦你可能會 失去它的時候 你才知道原來很嚴重 而且發現它很重要 對 我們現在接下來 要考的部分 我們就要考什麼 這個日常的行為當中 有哪些行為 會傷害到你的身帶 好 我想應該 既然三位都這麼內行 應該也不難 好 馬上進入我們的健康對不對 來 可萊 第一題請問 工作上常需要長時間說話的人 應該多喝熱開水來溫暖喉嚨 保養身帶 對我錯請搶答 請您請多答 錯吧 這麼肯定 錯 恭喜你答 對了 唱完歌之後呢 如果出現聲音沙啞 應該要多喝蜂蜜水來改善身帶發炎的情形 對我錯請搶答 你只有解釋過答 蜂蜜水可以啦 可以喔 可以啦 確定 恭喜你答 錯了 恭喜我沒啊 為什麼我都會噴到我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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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因為你沒有答啊 沒有答 喜歡突然爆笑出聲的人 容易造成身帶受傷 等我 還沒還沒 多錯請搶答 就是他 今天請多答 錯吧 確定 因為我記得氣聲更傷 就是醫生說我可以這樣跳嗎 是齁 不是喔 恭喜你答 錯了 就是妳現在這個啊就會傷到 可是醫生有沒有好啊 好啊算 我自己沒辦法長繭 好來下一題 好下一題請問 早上刷牙的時候如果有痰 應該要馬上咳出來 才不會留在喉嚨裡面影響身帶的健康 對我錯請搶答 責請請多答 錯 確定 對應該錯啊 對啊因為 它是個牽毛運動掃下去嘛 對啊所以應該是錯了 不能牽出來啊 講清楚喔 唉唷 唉唷 確定嗎 唉唷 確定 答案是 恭喜妳答對了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請問 感冒的時候最好壓低聲音 或用氣音說話 以免造成身帶受傷 導致聲音沙癢 等我 對 多受氣的答 再加速答 錯 確定 錯 恭喜妳答 對 心靈唯有把握的內衣被按 對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熱開水是不行的 對 因為會傷口容 對 溫開水 其實這一題是陷阱題 因為一般人講說喝個熱開水是對的 但是其實那個熱開水你熱開水喝不下去啊 對啦 還是要降到一個溫度啊 是 所以最好不要喝太熱 因為太燙 其實會造成食道發炎 是喔 對 而且會造成食道癌 蜂蜜水我們都認為好像蠻有效 對啊 咳嗽啊 蜂蜜是OK 對啊 對不對 它其實這題也是陷阱題 就是說如果已經發炎了喝蜂蜜水無效 但是如果沒有發炎喝蜂蜜水可以保養 那我比如說去K哥的時候 他們都會送一壺那個叫彭茶海的那個 有沒有效 它那個是防止發炎 但是你發炎後還是要看醫生 那喜歡爆笑出身的這些人 比較容易傷到 對 它為什麼 你剛剛不是這個樣子 它為什麼這樣子呢 就像我們的 因為我剛剛講過 身在附近有非常多的肌肉跟軟土質 那 就像我們運動的時候要暖身一樣 如果你有暖身 它就比較能夠接受比較大的衝力 那你的身帶也一樣 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突然間放大聲 就容易受傷 就像運動肌肉拉傷意思是這樣 對 其實你這樣想就對了 其實那兩片 你就把它想成肌肉是類似的 只是結構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是確實周邊全部都是軟組織 是 那有人講說你要用單甜呼吸 哪邊發音你的發音的方式不對 有這種事情 有 如果是你會發音的話 聲帶會比較有省力 是真的嗎 會是真的 但那怎麼發咧 那我不會啊 你要問聲帶老師 你要去練習發音 你們會嗎 我們以前那個學校有教過 有教啊 你就要 唱什麼金句的 就是要 就是 你不用重腹就已經很大了 對不起 我問得了 可以跟我聊比較好一點嗎 來 就是啊 有時候都會叫做腹式呼吸法 就是老師會教就是用腹部 然後你就這樣吸氣 吐氣 然後譬如說暖身的時候 就這樣 可是問題我告訴你啊 第四題 早上刷牙時如果有痰 應該要咳出來才對 像是對的 痰有影響到嗎 你嘴巴有痰 能不能咳得出來 這是一個重點 對 如果能夠咳得出來 我們還是鼓勵你咳出來 因為為什麼咧 因為這個痰在 在氣管裡面對氣管不好 對 但是有些時候是 可是你其實一直用力咳 一直咳 比如說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傷到 對 會傷到 我就也是會這樣 就像人家說清吼了 好像 所以不要清吼了 不要一直這樣弄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是真的有痰要咳 當然一次咳出來就很好 但是如果是咳不出來 或者那個的話 多喝水多休息 不要一直弄 對 好了 最後一個 感冒最好壓低 應該要獲用氣因 這個剛剛欣妮有講 氣因很傷喉嚨 是這樣嗎 不是 它已經感冒了 它感冒發炎 喉嚨發炎了 對 如果說你今天又硬要講 硬要講又那個的話 更傷 那它如果說不去理它 它一而再再三一直犯 除了身帶長點的這種 後遺症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後遺症 其實正常來講 就是如果是身帶 像這種肌肉組織的受傷發炎 應該不至於會有很嚴重的後遺症 但是問題是有一種情況是 它聲音沙啞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單純身帶的問題 它可能後續後面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最怕的腫瘤 或者其他的疾病 所以這個東西要醫生查 就是如果你的聲音沙啞 兩週後都不能恢復 因為你想想看 我這個肌肉受傷 休息兩個禮拜也應該要好啦 對 所以如果你聲音沙啞 兩個禮拜沒有恢復 那這時候請你去看醫生 經理你幹嘛已經登不上 有點狂狂的感覺 沒有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也就是真的 啞到不行 我啞到早上啊 我吞口水是有血的味道 所以今天打給我說 你怎麼那麼啞 我就開始狂哭了 然後我終於找到一個很棒的意思 他號稱是總統府育幼醫師 我去給他看 他看的時候我就是狂哭 他就說 那時候Case真多想賺錢拿 所以我就開始狂哭 你哭是因為不是聲帶 是因為那個錢的原因吧 不是聲帶 是聲帶 因為我之後發現 當我聲帶受傷的時候 我要用更多的力氣去說話 所以我肚子很痠 到最後我也就氣喘 所以整個是一連串下來 可是重點是 我們要天天要講話的人 那怎麼辦 聲音沙啞的時候還是要上場 對啊 就這樣怎麼辦 那現在這樣怎麼辦 你講得太雲淡風輕了吧 很好吃 等等吳秉承的蔬菜海鮮羹湯 湯鮮外面好滋味 不但口感綿滑 還能保養你的喉嚨 湯底的部分我們用炒的 湯底的高湯 很有香氣 對 用雞高湯 我們就要添加一個好食材 這個就給你蔬菜 波蘭葉 為什麼一定要葉 你的黏膜受傷 你的食道受傷 我們既然就用葉子比較嫩 當然煮過之後 它整個滑火度會更好 而且菠菜有含葉酸 可以讓細胞修復比較快一點 是 鮮料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撥進來 這樣爆發 超實在的 好好吃的感覺 那個菠菜葉還有香菇 都是滑進去 真的很好吃 對 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天天要講話的人 對 聲音沙啞的時候還是要上場 對啊 就這樣怎麼辦 那現在這樣怎麼辦 沒有其實應該請假 你講得太雲淡風輕了吧 就是一樣 因為意思是說 如果是怕你撥葉子 你撒下 你會把實在有健康說 換通告的意思就對了 不是請假 因為為什麼呢 它是這樣 我要你聽我講 調整那個節目的時間 大家互相配合一下 都不能調整 就是休息 可是大家就是為了耐心台幣 就捨不得啊 沒有不能這樣講 你該休息就是還要休息 人要 要放得下 放得下 對啊 這個有點傳道 班老師 好了 剛剛那個回合 目前就是擇心的積分比較高 對 馬上進行我們下個回合 三位要加油 來 第一題 平時多做哪一些練習 可以達到保健身帶的效果呢 我們聽聽看可蘭怎麼說 平時只要多做繞口令 就可以保健身帶的效果 就像這樣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皮 一口氣呢 把我們的繞口令念完 因為呢 你在一口氣練完之下 老祖宗有說 他可以強化我們 那個身帶周圍的肌肉 那你身帶周圍肌肉 如果強化了之後呢 我們身帶自然 會變得更健康 是 對 所以身帶變得更健康之後 就可以達到 我們的保養身帶的效果囉 好 平時要做哪些練習 可以達到保養身帶的效果呢 因為我平常非常的愛唱歌 所以呢 我的老師呢 就跟我說 你只要從低的音階 唱到高的音階 像是這樣子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Do Si La So Fa Mi Re Do 只要由低唱到高 由高唱到低 因為這樣子呢 平常還可以訓練你頭部的肌肉 而且呢 也可以保養你的身帶喔 聽起來滿有道理的 因為小時候和尚團都是 噹 對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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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影響收視率有力 算你狠 您覺得A有道理還是B呢 請 搶答 不是沒有聲音 聲音小聲一點會傷到聲帶 來 哲星妳覺得是A還是B呢 齊惠 齊惠是不是 對 好的 答案是 由低階闖到高階就可以囉 恭喜你 恭喜哲星 好 第二題 平時怎麼做可以保養身帶 避免聲音沙啞呢 我們聽聽看可蘭怎麼說 如果對面三位跟我一樣 平常可能很愛講話 然後 不小心喉嚨常會沙啞的話 告訴我們一個小撇步 就是呢 放鬆我們頸部的肌肉 稍微按摩一下 然後稍微轉一轉 讓整個人肩膀放鬆了 脖子放鬆了 我們身帶當然也放鬆了 身帶放鬆了 他講話就不會沙啞囉 好 平常做什麼練習 可以保養你的身帶 避免你的聲音沙啞呢 我的方式呢 就是 吹氣球 每一個歌手裡面 或是愛唱歌的人的家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氣球 那像這樣子呢 先吹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你這樣的方式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吹氣球呢 你的氣是由內往外對不對 那我們的身帶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氣呢 從內往外穿的時候呢 身帶就會震動 震動的時候呢 就會達到保養喉嚨 而且還可以打開你的身帶 避免你的聲音 沙啞 這樣會中風吧 他臉都很快 對啊 我比較擔心會腦衝血 對啊 身帶好了 他你的臉是紅的 這比較難吹 我剛剛擦臉 我擦臉 以為你撅過去了 對 我根本覺得他這麼吹不起來 好啦 A或B你覺得哪個比較有道理呢 請搶答 又是 可蘭 好的 答案是 答案就是 放鬆我們頸部肌肉 就可以保養我們身帶喔 耶 真的是這樣子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可以作證 沒錯 真的 因為我們的肌肉群 其實是帶動很多地方的 就好像我們身體 任何一部分的肌肉 它如果說能夠強化的話 對於我們整個運動 協調平衡都有幫助 所以我們的動作 不是靠一群肌肉 是靠一大片 有時候我都會這樣 嗨嗨嗨聲音就會變很輕 真的 這樣嗨嗨聲音變比較輕 真的 你到下午 你等一下六點多吃完飯 你就開始按 你第四集今天一定不會燒香 這樣比較輕一點嗎 而且你有說 也沒那麼輕 好像變羊的聲音 這好像是公中出來的 蛤 公公 我帶來嗨嗨看 好的 第三題 平常使用什麼可以保養身帶 促進身帶的健康呢 我們聽聽看可蘭怎麼說 愛美的女生 是不是都非常喜歡喝這一杯 檸檬水 檸檬水 對 檸檬水 那檸檬水呢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呢 它也可以拿來潤喉保養身帶 是因為它裡面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它不僅可以拿來潤喉 還可以保養身帶之外 有時候喉嚨痛 喝下去還可以有消炎的作用喔 但是呢一定要記得 是半顆的檸檸檬 配上1000CC的水 不然呢可能會太酸 太酸就傷害到喉嚨了 所以是半顆加1000CC的水 就可以平常這樣喝 來保養我的和人喔 好 我們平常可以吃什麼東西 來保養我們的喉嚨跟身帶呢 我的方式呢就是選擇 吃喉糖 是的 因為我為什麼要選擇喉糖呢 因為大家知道喉糖裡面有薄荷 那薄荷呢可以鎮定我們的喉嚨以及身帶 而且還可以抑制我們身帶的發炎 所以呢我平常有事沒事走路 看電視還是看電影的時候 我都會吃上一顆喉糖來保養我的喉嚨 檸檬水還是喉糖 您究竟哪個比較有道理呢 請搶答 為什麼都不會量 我沒有力氣我會按到 對 參加一下的 參加一下的 可藍 可藍是不是 確定齁 好的 答案是 就喝淋膜水可以保養身帶喔 老師我們每次喉嚨不舒服 大家都是吃喉糖 可是他們有用嗎 其實多喝水 對 多喝溫開水 就是保養身帶最好的方法 就不斷地有水分進來 就是你剛剛講黏膜嘛 對 黏膜需要水分的滋潤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再喝一點的話 像這種天然的這種維生素絲 天然我特別講天然的 你不要聽完之後 馬上去拿那個合成的維生素絲 那就沒有用 所以這種天然的 然後不要太酸 溫度適中都很好 是 我有試過一個超強的撇步 真的假的 在這裡跟大家講幾句 那就是 那個 那個有一個老師傅跟我講 香菜 And sweet加冰糖對不對 加冰糖沖水 那是沒聲音的時候 對 我覺得還滿有用的 很有用 香菜加冰糖 然後用溫水把它融掉 而且那個香菜要有根喔 對 這個有效 為什麼 有效有效那很有效 基本上來講如果說你 真的是明天要表演 然後 幹嘛這樣啊 他們真的可以讓你 明天就能講話 是 我也打過針 我們也打過針 馬上就可以講話 馬上就可以講話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身帶發炎水腫的時候 充血它不能夠震動 對 一針內固醇下去 馬上就消炎 就退 就打完直接唱歌 打完直接唱歌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方法 是要由那個 喉科醫生 開出來的 你不要自己弄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非常緊急的時候才用 平常有 假設是一般的問題 我希望你們還是休息 對 因為這種 這種飲鎮止渴的方式 還是不好 不要用的 睡覺很有效 好的 請可來宣布一下 積分是多少囉 好第一階段的總積分 那我們的姿佑姐是 0分 哲晴哥有 4分 心理有2分 所以姿佑姐要喝我們的 胡蘿蔔青椒汁 請看喔 這應該 還好 有點像那個 小baby的那個 不想像 吐奶的 很噁心 你幹嘛講哪句話呢 綠色加成 橘紅色會變成這樣的顏色 對 奶奶的 奶奶的感覺 真的很像 其實也不難喝 還可以 只是都是青椒的味道而已 對這個生帶非常好的食材 這麼小一杯就是 讓我在這邊潤喉的感覺嗎 還是妳要大杯一點 我們先喝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保健生帶的好食材裡面 蛋白質 維生素A B跟維生素C都很重要 每一個都有綠豆芽 對 我們是因為今天的主食材 是很好綠豆芽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只有綠豆芽有這麼多 其實很多食材都有 好 那這個是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好食材 這個是用看的 接下來是要用吃的 對 來 我們今天的客座主廚 吳秉晨吳師傅 歡迎他 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帶來什麼樣的料理 來 做一個 蔬菜海鮮羹湯 喔 蔬菜海鮮 對啊 蔬菜 蔬菜嗎 蔬菜就是保護我們黏膜的這個好食材 等一下就會跑出來 水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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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先看到我們桌上 海鮮料是那種感覺 對 都是海鮮耶 海鮮嘛 因為優質的蛋白質嘛 蛋白質 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切像蔥花一樣 那其實蔬菜海鮮湯來講 我們基本上這個香味來源 我們今天用的是蔥花 蔥花 就把它有點炒像蔥油的那個香味 很多海鮮人家都用薑 對啊 想說怕有腥味對不對 今天來講其實 就是香味把它帶出來之後 這個海鮮的味道 去補足這個高湯就夠了 喔 香菇 所以香菇也要把它炒香 對 香菇香味把它帶出來 其實蔥的香味 香菇的香味把它帶出來 海鮮料因為我們 污吐到它整個會 太煮 煮太久會硬味才 對 所以我們後面再來加就好 好 所以你其實是湯 但是是用炒的 前面的 這個就是湯底的部分 我們用炒的 湯底的高湯 很有香氣 對 放雞高湯 對 抓在一起醃 對 用一點點的泥酒 一點點的酒進來 炒的就好 不用加鹽 也不用加什麼粉 不需要 不需要 就不用那麼好 就做一個去腥的動作而已 有時候 加粉的時候 是要形成一個保護膜 要不要如果可以不要加粉 就不要加 對 然後再來我們要添加一個好食材 對我們黏膜非常好的一個好食材 剛剛不是講說蔬菜嗎 這個都就是蔬菜 剝菜葉 為什麼一定要葉 為什麼只有葉 那既然你是你的黏膜受傷 你的食道受傷 我們既然就用葉子比較嫩 當然煮過之後 它整個滑口度會更好 所以相對的就不會用梗的 那個纖維石太粗 了解 我如果放銅它好可憐 也可以 也可以 只要是青菜都可以 葉子的部分會比較嫩滑 比較嫩比較滑口 它深綠色的蔬菜 深綠色的蔬菜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只有紅蘿蔔那種橘色才有維生素 對 深綠色的含得很高 而且菠菜有含葉酸 對 可以讓細胞修復比較快一點 是 好來 葉子進來 海鮮料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撥進來 海鮮最後再放 它真的是燙一下而已 因為它現在熟的話這個湯就好了 真的最好的狀態 沒錯 而且它都騙得滿薄的 連蝦子都騙米飯這樣 它每一個魚肉 蝦子 還有它的這個 剛剛是中捲 它的厚度都一樣 所以在熟成的時間也一樣 是 這是蓮藕粉 這個如果來當宵夜會不會太過分 好補喔 也太補了吧 其實就是羹湯的 有點羹湯 可是沒有那麼的濃稠 再加另外一個滑滑滑滑的東西 還有 還有 究竟是什麼東西 讓湯更滑滑呢 廣告回來獨家介紹 潘老師說 想改善韶蝦問題 綠豆芽可千萬別錯過 綠豆芽不但保養你的喉嚨 更能改善失眠喔 綠豆芽它的微生素C含量非常的高 對 它100公克帶有180幾毫克 對於我們的這個抗發炎 對 然後讓這個膠原帶 蛋白增生 是 因為我們那個 生帶裡面也有很多的膠原蛋白 有彈性 吃綠豆芽除了可以改善失眠造成的 聲音沙啞 也可以消除失眠產生的身體疲勞 它有一點點B群在裡面 它是失眠 失眠的意思是不是我願意的 就我想去睡 可是我睡不著 對 所以這個的話就可以推薦 對 是 對 她是胡瓜 第44屆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 主持超過60個節目 她是Jane 第46屆新角節目主持人 旅行超過40個國家 歡迎收看金頭腦 再加另外一個滑果嘟嘟的東西 還有喔 還有喔 桌上看不到對不對 對 因為我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妳們的冰箱不能太圓 她的幽默有點難懂 妳有點難懂嗎 蛋 它雞蛋 雞蛋 雞蛋放在冰箱 跟湯放在冰箱 這樣好美喔 大個蛋光 而且蛋跟菠菜好搭喔 真的喔 妳要用這一鍋包回去 其實蛋跟菠菜一個組合 小朋友 他絕對把那一碗試試管 真的 蛋下去整個香氣都出來了 當然 好好吃的感覺喔 好 來 這邊再點個香油 洗鍋前 好 關起來 而且要快 要很多耶 對啊 這麼豐盤 超實在 而且又炒那個香味 真的很不一樣 當然 我聞到海鮮的香味 好香喔 剛剛蛋撐進去 很奇怪的味道 開了這隻時候 大家等不及了 我們要上去 耶 來 我們請來嘗一嘗 好香喔 用聞了生代就已經保健了 超香的 用聞了就可以保健 真的有這麼驕傲就對了 然後為什麼每個人 老師那一碗都是蝦米 好鮮喔 菠菜葉跟菠菜粉 就不一樣 真的好香喔 海鮮味超濃 你 好 算了 你好快耶你 剛剛不是講說 忽然講的話 對手喉嚨很香嗎 而且其實 菠菜葉還有香菇還有蛋 都是滑進去的 真的嗎 有這麼滑嗎 真的很好吃耶 它最主要是因為它煸過那個 香菇跟蔥 跟蔥 所以它把整個湯 就不是單純這種 就是海鮮的味道 會多一些香氣 你剛剛吃那個回雞 不會很腥嗎 不會很好吃 很軟 趕快來謝謝吳師傅 謝謝吳師傅 好 接下來我們聊的是這個 綠豆芽 其實它對這個 生代的保健非常好 胡敏城師傅的蔬菜海鮮羹湯 不但湯鮮味美 更能保護你的喉嚨 這麼好的料理 你可要學起來喲 緊接著下來要介紹給你 保健生代的好食材 綠豆芽 想不到這麼家常的綠豆芽 你生代也有好處 尤其它有什麼營養 馬上來烤烤看喽 第一題 綠豆芽選擇涼拌生吃的方式 才能夠完全吸收豆芽的營養 促進生態健康 對或錯請搶答 聽一句請作答 恭喜你答 對了 耶 第二題 吃綠豆芽 除了可以改善失眠造成的聲音沙啞 也可以消除失眠產生的身體疲勞 對或錯請搶答 蛇進哥請作答 對 恭喜你答 對 我答錯 你去 為食道逆流的患者 應該控制食用綠豆芽 以免分泌過多的胃酸 影響生代健康 對或錯請搶答 蛇進哥請作答 錯 恭喜你答 錯了 啊 好險 好險 啊 最後一題 請 腸胃不好的人 吃綠豆芽 應該要避免與薑 蒜 等辛香料一同烹調 以免刺激腸胃 引起腹瀉 對或錯請搶答 請搶答 欣妮姐請作答 錯 恭喜你答 對了 潘老師 我們先把這個綠豆芽 營養成本跟大家介紹一下 綠豆芽 但第一個就是它非常有名的 就是它的維生素C非 含量非常的高 對 它100公克大概有180幾毫克 是 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的 對於我們的這個 抗發炎 對 因為剛剛你不是講生帶發炎嗎 對 抗發炎啊 然後讓這個膠原帶蛋白增生 是 因為我們那個 生帶裡面也有很多的膠原蛋白 有彈性 所以它這個讓膠原蛋白增生 我生帶裡面有膠原蛋白 有有有 所有的肌肉裡面都有膠原蛋白 對 肌肉都會有彈性 對 對 我覺得我這一集錄下 我覺得我好無知喔 沒關係你好煮菜就好 我是幫觀眾問 我也很清楚好不好 不好意思 不會 然後像這些 所以像這些東西都是 我就是去對那個 然後另外豆芽菜裡面有很多的 纖維質 哦 還有一些纖維質 對 所以因此它對於這個 我們的身體的一些 腸道的代謝 排除降低膽固什麼什麼都很有幫助的 對 所以為什麼剛剛有一題就是講到說 它為什麼吃下去會 會讓胃酸分泌更多 原因就是因為它有那個高 很高的纖維質 是就是胃食到逆流的時候 對對 它會讓胃酸分泌 因為豆芽菜裡面 它還是有一點蛋白質 不是完全沒有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一題 綠豆芽選擇涼拌生吃的方式 才能夠完全吸收豆芽的營養 促進生蛋的健康是錯的 好像會拉肚子 對 對 豆芽菜不能生吃 好像沒有人生吃 都是用煮 對 因為以前人知道吃下去 肚子會不舒服 會脹氣啊 消化不良 對 好像我也沒破過豆芽菜可以生吃 一樣 因為豆子 其實就是這種豆類的東西都不能生吃 對 好 再來 吃綠豆芽除了改善失眠 造成這個聲音的沙芽 也可以消除失眠產生的身體疲勞 是對的 真的嗎 它有一點點B群在裡面 它有一點點B群 你只要任何的蔬菜吃都是好嗎 對 那因為它是失眠 失眠的意思是不是我願意的 就我想去睡可我睡不著 對 所以這個的話就可以推薦了 最後一個 腸胃不好的人吃綠豆芽 應該避免薑跟蒜 可是蒜不是一般都是不好嗎 是 那你的腸胃不好到什麼不好嗎 你如果說有胃潰瘍 這個胃黏膜受損 那就當然 那連綠豆芽都不能吃了還要腸 對啊 那如果說只是單純的腸胃不好 就是我們講說胃寒啊 腸胃比較冷的人 那反而豆芽菜本身比較偏涼嘛 那你加一點薑蒜你剛好把它補過來 對 所以它這個不好不是那麼不好 它是就是說腸胃寒涼的人 吃了豆芽菜怕不舒服 是 對 注意囉 接下來這個只有三題啊 是 姿佑姐這是你最後的題 姿佑姐加油 因為烤的是料理 你應該是比較有把握 好不好 馬上進入我們的健康二選一 好的 第一題 你購買綠豆芽時 怎樣才是品質好又好吃的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做白 首先呢 我們綠豆芽的時候呢 它在土裡面長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要有水分 所以當它水分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就會有點彎曲 所以呢我們挑選綠豆芽 用眼睛去看它 只要它是彎曲的綠豆芽 就是好的綠豆芽喔 挑選品質好的綠豆芽呢 有個撇步很簡單 只要呢看這個綠豆芽呢 它的葉子非常的小 就代表它是品質好的綠豆芽 啊 彎曲的喔 A跟B的說法完全是不一樣 好有道理喔 您覺得A有道理還是B呢 請搶答 只有姐快 只有姐 你覺得它完全不理我還是按嗎 我可以坐正 哲心剛剛按它是放旁邊 然後很輕鬆地按一下 對 可是只有姐是不按耶 我還在考慮啊 你說啊 B 確定是B 葉子小一點的 好的 答案是 等等詹姆士不但傳授給你 挑豆芽菜的小沛風 還要告訴你 新鮮豆芽菜的保存法 這些下面這些根區的部分 其實就是豆芽菜裡面 細菌涵蓋最多 是 所以說我們一般會把它掐掉 掐掉 尤其是你要盡量在冰它的時候 把空氣阻絕掉 它比較容易保鮮會比較好 你如果去市場上面 你要測試 泡在水裡面的豆芽菜 是不是有漂白水 有時候有一個小小簡單的方式 就是跟老闆說 真的啊 真的啊 究竟新鮮豆芽菜 還有什麼挑選妙招咧 廣告朋友咧 咱們是獨家教你一挑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答案是 綠豆芽的葉子餃 就是好吃餅乾的綠豆芽 綠豆芽 好帥喔 那我們再挑選它 其實你說 它粗的啦 直的啦 誰那都不重要 重要是葉子的部分不要太大片 因為它就過老了 是 那還有記得一件事情是 不要選太白了 對 白的話可能因為它為了要漂亮 漂久了它會變黃 漂白水 放一點漂白水 你如果去市場上面 你要測試 這個 這個泡在水裡面的豆芽菜 是不是有漂白水 有時候有一個小小簡單的方式 就是跟老闆說 麻煩你幫我拿 他有漂白水 老闆一定會戴手套下去拿 真的喔 因為他怕漂白水 好的 第二題 炒綠豆芽時 怎麼做可以讓 綠豆芽吃起來脆口 又不會流失水分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做白 買回來 就將我們的綠豆芽 泡在水裡面 要吃的時候再把它拿起來 這樣一來呢 水分不會流失 二來呢炒起來又脆口 我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呢 在我們炒綠豆芽的時候呢 加入我們的醋 醋 只要在炒的時候呢 加入一點點的醋 那為什麼會選擇醋呢 因為醋呢 它可以防止我們的綠豆芽來出水 而且同時呢 也可以鎖住我們綠豆芽的水分 所以呢 只要在炒的時候呢 加入一點點的醋 就可以吃到脆口 而且水分也不會流失的綠豆芽喔 A或B 請搶答 我們也要愛啊 我是看他啊 對啊 有需要這樣嗎 我是選 這樣你會答錯了就選我了 你幹嘛這樣啊 好像很大耶 但其實它這題根本不會 這題很難 我是選擇B啦 答是 碰挑食加入醋 就可以保留它的脆口 你答什麼 碰挑食又甜 幹嘛要誤打我 潘老師這個 我所知道說真的 我們的廚師我們知道就是 速度快 如果是可以把這個脆度保持最好 但如果說我們加醋 只有一個原因 讓它的豆芽菜炒的時候 不會變黃 會變黑 對 可是我就不曉得 加醋下去它會變得比較脆嗎 大概加醋就是防止它變黃 變色 對 但是呢 加醋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的這個豆子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豆腥味 那如果說你加醋的話呢 豆腥味可以降低 所以我想我豆芽菜要脆的話 還是要快炒 第三題 每一組完的綠豆芽 怎麼樣保存 最能保持它的新鮮度呢 那我們請可蘭示範做來 綠豆芽呢 最容易爛掉的地方 就是它的尾端的地方 所以要把這個鬚鬚的地方 給它折起來 這個地方有沒有 鬚鬚的地方 要把它捏起來 要花一點功夫 把它掰掉 對 掰掉之後呢 再放到我們的保鮮袋裡面 然後呢再拿去冷藏 這樣就可以維持它的鮮度囉 我的方式呢就是 將我們的豆芽菜 放到我們的餐巾紙上面 那先用我們的餐巾紙呢 將我們的豆芽的外面的水分 先向它壓乾 壓乾之後呢 第二個步驟 你可以準備一個塑膠袋 那塑膠袋呢 可以用我們的叉子 在塑膠袋的身上呢 大概插幾個洞 插完就像這樣子 那接著呢 將我們的綠豆芽呢 把它放進來我們的塑膠袋裡面 再放到冷藏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搓洞呢 因為綠豆芽呢 在我們的冰箱裡面 會釋放出一些水氣 所以一定要搓洞 讓它有空氣呼吸 所以呢 我的方式呢 就可以延長它的新鮮囉 又多好又有道理喔 聽起來都蠻有道理喔 對 要不是我知道正確答案 連我都迷失了 真的嗎 但是答案只有一個 好不好 A或B 請搶答 A 詩幼姐 我終於搶到了 妳終於搶到了 而且妳這次是扎扎死直接 就沒有可能 因為我是用A啊 A或B 正確答案是 A記得把尾端去掉之後呢 抓到保鮮袋裡面 拿去冰箱冰箱 就可以維持它的保鮮囉 恭喜只有一個 不對了 首先是 這些下面這些根順的部分 其實就是豆芽菜裡面 細菌涵蓋最多 是喔 所以說我們一般會把它 掐掉 尤其是 妳要盡量在冰它的時候 把空氣阻絕掉 而不是打洞 它反而是要跟空氣阻絕掉的話 它比較能夠保鮮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 最好的保鮮方法還是 買回來就吃掉 它把它吃掉 對 好了 請可蘭村比較 積分是多少 好 這個今天的總積分 我們姿佑姐是2分 姿佑姐是2分 姿佑姐是2分 三位同分同登三位 都要喝我們的 招牌綠豆蒜 好開心 欸 妳們剛剛這麼開心 妳們剛剛上一集 不是讓生不適合 好的 所以潘老師要陪我們喝就對了 大蒜 一點點就好 我們回去要跟老公妳知道 講話 嚇我一跳 不要想在那裡 妳是不是放太多大蒜 妳現在蓋子打開我們都問到了 真的耶 腰太好辣 三顆 喉嚨壞掉了 妳放三顆 你放三顆 奧了三顆 真的很辣 好 好啦 不過好消息的是 三位現在都處罰了 但是待會兒下一道菜 三位都可以吃 太好了 馬上進行我們的健康上菜 我們今天要做的這道菜叫做五彩營養 就剛好有五彩 一個顏色 好棒 比較不一樣是 其實這道菜是以前我在家裡面 有一段時間我去身體檢查 我的三酸甘油脂過高 所以我就用醬子烹調方式 對 吃太好了 可是妳叫我吃水煮的燙青菜 我又不願意 因為我覺得不好吃 很多男生都這裡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做的這個是 幾乎可以說是水煮 但是它絕對有 這個炒出來青菜的香度 這麼棒 這邊是蔥 我們先蔥拿到手洗 排一排 那我們用它來煉蔥油 煉蔥油 對 豆芽菜先進來 等個差不多五到六秒左右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青椒放進來了 再來我們現在燙已經是熱的狀態了 把它放進來 好香喔 水分也沒有出來我就好了 這個速度很快 很快 最後把它蔥油淋一點 那妳可以聞一下它的味道 是不是就炒出來的味道 好香喔 真的好香 我覺得那個油太厲害了 好香喔 我覺得很棒 薄正香 薄正脆 薄正一吃就愛上的五彩營養 妳可千萬別錯過 杯是蔥 我們先蔥拿到手洗 排一排 那我們用它來煉蔥油 煉蔥油 對 把它吃排出來 對耶 沒有 加油嗎沒有 沒有 現在要加 要煉蔥油 那妳不用擔心 像這個的話我建議妳可以一次把它 多煉 不要煉太多 可是妳可以多煉一起的沒關係 因為待會兒不是全部要用 因為像我的話 我可能比如說像肉也一樣 菜也一樣 我都會用蔥油最後把它點香 對 就把它當香油 對 把它當香油 因為我們在炒菜的時候 最迷人的地方就是 蔥薑蒜 所以我等於在這個步驟 我先把它炒出來 讓它的香氣出來 待會兒我們不用全部用 我們只要把它點進去 它的味道就像炒出來一樣 就很香 那我們這個油一次用起來之後 可以放幾天 妳冰在冰箱裡面 可以放一兩禮拜都沒有問題 真的 而且這個煉麵一定很好吃 對 所以幾根蔥就可以煉那麼多 妳如果說比較 喜歡吃蔥的味道 我會建議妳把蔥切成蔥末 妳的火候可以再降低一點 妳去慢慢去煸它的時候 蔥就會變成甜了 到時候連蔥末都可以一起拿來拌 因為就很好吃 對 我這邊只是純粹的 我想要煸一個蔥油出來而已 好香 就蔥加油而已 差不多 味道都出來的時候我們把它 立出來 好香 其實這個蔥也可以留著 妳可以怎麼樣 妳可以把這個蔥拿去 等這個油冷掉的時候 跟調理器打在一起 打在一起 打在一起 它就變成一個很棒的蔥油醬 對 變一個醬油 好 現在裡面還有這些油脂 我們用這個來炒紅蘿蔔 火蘿蔔 把火蘿蔔炒出來 對 目前要炒的 只有這個部分是拿來炒的 再來我們這邊準備要來燙 我在這個地方我會放一點 放多一點鹽 大概四湯匙左右 讓它有鹽分 所以待會兒我放過來這邊炒 盡可能我不要加鹽 如果夠鹹的話 好鹽 青椒 豆芽菜跟韭菜 最不容易熟的是 豆芽菜 所以豆芽菜先進來 因為它也不能生熟 對 一方面它量也多 所以你在豆芽菜進來的時候 先把它剝開 等個差不多五到六秒左右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青椒放進來了 來 韭菜放進來 這個豆芽菜跟韭菜 剛剛講嘛 就是好朋友 它也分不開 我們也硬不要把它拆散 一定要這樣就對了 除了那個理由 我把它加在一起 對 因為這個 就打不硬就加入 好 再來 我們這些都已經燙了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要 讓它的烹調速度縮短 所以我們現在燙 已經是熱的狀態了 把它放進來 這樣不是如果在家難得 那種水鍋的話 可以直接炒嗎 不行 不會 因為水 因為你看豆芽菜 它是一根一根的 它沒有辦法 完全貼在鍋子底部 所以我現在炒的時間 會縮得很短 它根本就只是把它拌在一起 我只是把它拌一下而已 你懂我意思嗎 好 那In case 我們現在加一點點的白胡椒進來 我現在沒什麼 In case 好尷尬 然後再加一點點 白的味 一點點 妳很壞 它就多加了一瓢 就把妳鹹死 In case 這個後味 等一下 完成 好了 那其實這樣在炒 我的時間很短 我等於是在炒這個豆芽菜 比大家一般炒到豆芽菜的時間 縮短很多 對 水分也沒有出來 我就好了 這個速度很快 很快 等於是你的營養成分 你也顧得很好 然後這個 你說它是水煮的 事實上 我裡面沒有加任何的油 只是剛剛的蔥油進來 所以它是不是水煮 它是 但是它還是沒有香氣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這個蔥油 最後再淋 你可以選擇 你剛剛用橄欖油也沒問題 做成蔥油沒問題 或是一般像這種用香油 你就也不要放多 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然後淋一點 甚至也不用全部加完 這樣你可以 聞一下它的味道 是不是就炒出來的味道 好香 真的好香 是這樣炒出來的味道很香 這樣子我覺得很方便 你營養成分並沒有 因為我們碰掉時間拉長 它不見了 而且你可以吃到炒菜的香味 是 好 我們上菜試吃囉 好美 來 試試看 試試看 五色銀牙 而且剛剛還沒煮之前 他們就說這個非常好 好香 你會覺得它是水煮的嗎 沒有 你會覺得它是炒出來的 因為水煮很怕那個水的味道 我覺得那個油太厲害 好香喔 而且那個胡椒的香味 鐵板燒師傅 我的那個牛肉 你只有點青蒜 你沒有點牛肉 鐵板燒 好像是鐵板燒 而且我覺得這青椒好加分 要更脆口 對 顏色好看也持育也有 最重要它好香 我覺得很棒 而且不知不覺 你就棒到你這世代 真的喔 用大量的蔬菜吃 絕對對身體好 肉 不是只有這樣子的蔬菜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蔬菜 類似上這樣的烹調方式 你可以減到很多油量 你也不用過度的烹調 讓營養成分都變不舒服 好舒服喔 我們回去希望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今天就謝謝三位羅 謝謝 請大家繼續鎖定 我們的食材有健康 讓我們將來如何吃出好健康 拜拜 再見 拜拜 好 好 好 聽音樂時 選用哪一種耳機 可以避免聽力受損 耳塞式的耳機 我選擇了耳罩式的耳機 那耳機的擦音在哪邊 不是都耳機嗎 對啊 聽音樂好喔 不想因為那個 你用那種耳塞式的話 那個背景噪音都會進來 明天下午六點 晚上十點 超市吃在有健康 接下來播出